东海岸公园部分海滩重新对外开放后的首个周末 不少公众恢复了水上活动 也有海上的活动业者重启在东海岸的出海行程 据记者陈契林观察 海水清澈也没有油味 不过沙滩上仍然有油渍 风帆冲浪、历史讲板、赛艇等运动 当局星期一宣布公众可在B区和E区 恢复不直接接触海水的水上活动后 东海岸在线以往的热闹景象 据记者的观察 东海岸公园的B区还有E区 已经闻不到任何的油味 空气是清新的 不过虽然海面上还有沙滩上 是看不到有明显的油污 可是我的鞋底却沾到了一些黑色的油渍 即便如此 今天还是有非常多的公众来到这里野餐 甚至是进行一些水上活动 这家海上活动业者定期带团 在东海岸和盛桃沙等海域滑皮艇钓鱼 陆游事故导致业者四个东海岸的行程受到影响 业者将在明天启动漏油事件后的首个东海岸行程 带领四人团从B区出海 新传媒新闻记者陈庆林报道